今天黃姓中心會主辦2022任年中元季 特別邀請台灣黃氏中心總會 發動台灣各縣市的理事長派代表一共來參加 所以我們今天黃氏中心的陣容非常龐大 這代表台灣黃氏中心大團結 大家共同來見證 看看我們這已經傳承168年中元季的盛大祭典 今年因為孝領離到後 所以今年特別大家比較高興 還有今年來自全國的很多百元的中心 都來小庭 所以今年的頂龍很好 這個基隆中元季放水燈遊行 可以說是整個中元季節當中 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活動 今年輪值族譜的黃姓中心會 可以說是全台大動員 邀請了台灣黃氏中心會 跟基隆的在地黃氏中心 全家大小都走出來 展現黃氏中心的團結氣勢與您距離 我們一二路 我們一二路 姓一路口一直排到愛高樓 龍南姓的頂頭比較另外 我們今天光排隊排戲的話 就從一二路 新一路口可能要排到女中 我們黃氏中心會的隊伍 那接下去有其他個性事 後面是個性一直排下去 所以我們今年 因為停了兩年才再恢復幾半的 做年季放水燈步行採接遊行 感覺說 我曾經有做的領導這個葡萄 主葡萄我辦三遍過 第一遍我就是做 那時候我是做七遍委員 主任委員 第一遍我做理事長 第三遍我做路子 因為我覺得 基隆的時候有這個葡萄會 這個葡萄會大家論流 來競爭每年十五年一遍 一年一年 有這麼多葡萄會的時候 大家都輸人輸人 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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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繼續 會比較豪邪 整個市民的 你沒什麼事情 有種人輸人 可以條件 種人輸人造成這個社會氣氛 很豪邪 很爽脆 這是一個跟別的餐廳不一樣 因為種人輸的餐廳 差不多一九月 就五百十月一百的吃飯 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提出這些自由參加 所以剛才基隆的時候 福音中會帶動 很多優惠感情 優惠感情 今年的鎮頭比較特殊 我們抱著一種感恩的心 很多就像今天眾計隊 像三四支部 他也是義務幫忙 義務演出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用心 他們認為說共襄盛極 那很多其他的隊伍 就像山坑得益堂 這很好賣 人家聽到說我們黃市中經會 基隆黃性中經會 要主辦 他也說無論如何要派主題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很特殊 今天我們的隊伍裡面 有一個山坑得益堂的子弟班 在主谷遊行隊伍當中 除了黃性男丁展現團結氣勢 婦女隊也用動膽的走動式舞蹈 為遊行的氣氛加溫 這些婦女隊成員可說是訓練多日 動作熟練有氣勢 讓觀眾是掌聲連連 這個動作熟練就是因為 有這個倫敵的活動 有比賽在那裡 所以每年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比 一時不一時比較對 當然大時的 人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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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資金比較多 比較開始 比較有規模去處理 我們選領的算 第三次 算是幾個人 地區說起來 人人所在 第三次 第三次 所以我們這個 每一半的辦 都沒有輸 人 都要改進 市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尤其在疫情之後 過去這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減少辦的規模 那這次是兩年之後 第一次恢復正常舉辦 那我在這邊也非常感謝 黃信中清會 在整個過程當中 在先前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充分 所以後來我跟黃信中清會 跟中央政府行政院的觀光局跟文化部 在協調預算協助的時候 行政院的觀光局跟文化部 也都非常支持 今年度的中心 我們的中原季的活動 所以我相信 今年中原季的整個活動 會辦得敬三敬美 我們希望說 我們後來的青年 長江五年 開錢人 可以青年 繼續跟我們頂 不然我們這裡一直留下 當然我們心裡頂 我感覺我們這個基隆的氣氛 有這個葡萄帶動很多繁榮 有觀光 還有大家感情 這裡最重要 這也是疫情開始之後的這兩年 基隆街頭少見的熱鬧畫面 學家大小一起到街頭 看遊行表演 也共同祈福疫情早日過去 讓大家恢復正常生活 拼經濟 過好日子 記者黃日生 記用報導